10亿美元是拜登最后的疯狂 哈利斯和特朗普该如何收拾这番残局呢 就在这个月的22号 乌克兰总统赞亮斯基 开启了自己为其一周的访美之旅 就在第三天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达成了 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 3.7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批援助的规模虽然不大 但都是一些乌克兰前线最紧缺的关键装备 从急速炸弹到装甲车一营俱全 这体装备可能足够乌克兰坚持到美国大选结束 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 很多人都发文嘲讽 说乌克兰的这位总统 又向美国欺讨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一向针对台海地区的5.6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已经获得五角大楼的批准 只要拜登签上字 大批便携式防空导弹 反弹克导弹 无人机等装备 将迅速流向台海 用来将台岛打造成刺猬岛 在掏出这两批近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后 美国拜登政府在今年为乌克兰和台湾当局 提供的军事援助预算已经见底了 站在中国和俄罗斯的角度来看 这两批军援的挑衅意味十足 拜登政府毫不掩饰自身操作俄乌台海局势的卑劣行为 拜登的毫无顾忌是有原因的 看着自己就要离开白宫 结果自己一手策划的俄乌冲突 濒临破产 台海也逐渐成为一部臭气 拜登不甘心决定上演最后的疯狂 那么问题来了 这批军援对俄乌和台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答案是影响有限 俄乌冲突的局势越法明朗 拜登的援助只能让乌克兰有足够的武器 抵御俄罗斯的进攻 这两司机最想要的远程武器 和远程武器使用的解禁 美国不能给它也不该给 台海同理 美国的援助也只能是补充台军防御性武器库存 所有台湾当局想要的进攻性武器 无一例外的都收到了美国延迟交付的通知 现在我们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讲 拜登如此疯狂的根本目的 并不在于如何武装武军和台军 而在于挑衅 说到底这位政治生涯 几乎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总统 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放弃冷战的那一套做法 可观的来讲 拜登也只能是在完成自己的任务 毕竟选他当总统 就是为了把中俄拉入新冷战 为此他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 只可惜这次美国的对手是中国而不是苏联 而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此 目前两大美国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和哈里斯 一个在冷战结束后才投身证件 一个是商人出身 让两个非冷战思维的人来处理这个烂摊子 最为关键的是 能够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的那批冷战遗老 大多数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最熟悉的基辛哥 去年刚刚去世 现在的美国政界 你甚至找不出一个合格的外交家 大多数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这种失去基本外交手段的唯莽外交 成天只指到服输那些可怜的政治正确 说实话已经预想到哈里斯或特朗普 在接受拜登的烂摊子以后 焦头烂额的场景了 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咱们再见